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is song, No Pain, No Gain, in a dialect of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gained immense popularity all over China once it was released. The song was created in 1988, and in that year, people in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were finally able to visit their relatives in the mainland after nearly four decades of separation. Lin Yanchen's grandfather, Lin Wenfong, was among those who crossed the Taiwan Straits and finally reunited with their families. Lin Yanchen's grandfather, and he was really well known in this clip. This is our y 어엑印象. Lin Yanchen's grandfather, he rescued me and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came to the mainland with their family. The whole story can see that everyone was most happy. 因為發生之後就是,哇,終於可以再一次見到家人 這都已經隔了這40多年,所以我特別特別特別喜歡這張照片 大家好,我叫林佩穎,現在就讀北京大學高等教育學專業 我是林冠婷,來自台灣台北,現在在北京大學讀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專業 我是大哥林彥晨,現在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習國際政治經濟學,來自台北 爺爺呢,是林文芳,然後他是在大陸讀這個復旦大學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他就是只能滯留在台灣,後來又考上了台灣大學 畢業之後就教書,就讀期間他也有參加這個愛國運動 他一直都是新系祖國的,所以他也會教導我們後代人就是 一定要好好努力學習,然後要有這種奮勇拼搏的精神 然後要早日實現為國家的施展報復,這個報國的這種精神情懷 林 family was a prestigious one rooted in Putiam Fujian province 指出於自己的祖父親 林文柱的国房 这个是林文新的国房 这个天津是林兰英的 所以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是书香门地 颤导的就是读书报秀国家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很了解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就像我在读本科的期间 在台湾地区读本科的时候 我在本科大二的时候 就有到南京大学交换 当然哥哥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然后就是会想着说 就是既然都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我当然是试试看来北大读书 其实刚刚冠婷说我对他的影响很大 但其实是爷爷对我的影响很大 因为刚刚冠婷说的很对 其实我本科我是 其实有很多学校可以选择去交换的 包含去国外 但是为什么我选择就是 到这个复旦大学交换的 就是因为爷爷他生前的时候 他就是考上了这个复旦大学 所以我也想要到 然后爷爷考上了大学来看一看 那来交换的时候也就觉得 诶 特别好 所以我也鼓励 然后建议冠婷跟佩颖 都可以来大陆交换来看一看 对那也了解到为什么 大陆是爷爷就是信心念念的地方 对因为那个祖母上面呢 其实就是有爷爷和奶奶的名字嘛 就是爷爷呢他第一次回去探亲的时候 就有把这个消息就是和家人们分享 第二次来的时候 然后呢家里呢就给他把这一页的族谱 然后复印然后让他带回到这个台湾 所以他这张族谱其实一直留着 留着留着留着留到我们 对然后爷爷其实他除了呢就是能够考入北京大学 在卫明湖畔 和同学们一起交流之外呢 其实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宿愿嘛 他非常希望就是能够回来 回到祖国大陆 也很希望像是我叔叔啊 然后我们能够这个年轻的这一辈呢 也能够回来 然后回到他的家乡 福建普田 然后去找这些亲人 跟一家人一样的 对见面的感觉没什么距离感 那我老婆是特意穿红衣服 福田的胡淑西瓜就是 喜事要穿红衣服 这是很激动的就是 终于看到他们下一代了 对不对 那我当时也很高兴 而且我也很惊讶 我们两个确实长得很像 印象当然深刻的 但还有回到就是爷爷心心念念的这个灵魂故去 大部分我们就要就说 你看你们爷爷以前都住在这个房间 然后爷爷当时是会躺在这边的 那我就问说那为什么他会躺在这边 他们说因为福建其实天气是非常炎热的 然后他炎热然后当时也没有空调 所以他可能会躺在那种石板上面 然后就比较凉快 就第一次见面还是比较忐忑紧张的吧 毕竟就之前 知道说有家人在福田 但是其实也没有见过 所以第一次见面肯定是比较紧张的 但我觉得见到面之后啊 就是家人嘛 因为毕竟是家人就有那种天然的情感 然后他们见到你肯定会很关心你就会说 那你在哪里读书啊 你们三个在北京都还好吗 喜不习惯啊 南方跟北方啊 怎么怎么样 就是会讲一些比较关心我们 然后家常的一些事情 就觉得很暖心 而且我觉得就见到他们 就是知道我们在大陆 在福建有亲人 就是是一种支持跟议口 心里会更有底气 对对对 确实就觉得就是更安心吧 然后呢就觉得 就是有人也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随时就是像 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正值疫情 然后其实他们也跟我们说 如果你们回不去台湾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去福田过年 其实有这句话 就让我感觉到就是非常的这种温暖 就是在大陆我们也有地方可以去过年 我到了这个梅州岛 然后发现 岛上也确实 这个有浓厚的这种 妈祖文化的这种气息 而且我后来了解到 就是他那边的这个妈祖这个那个像 它其实是跟台湾的这个妈祖像 是遥海对望的 就看到那两座妈祖隔海相望 真的还挺感动的 就是就是这个设计里面 我觉得就是很 很感动人这样 北达毕业之后我最希望还是能够在大陆当个公务员吧 特别希望能够到基层里面去做这种基层治理啊 当这个基层干部 我也希望我可以多参加那种两岸交流的活动 就不只是我自己 我也可以引导其他人 然后更融入大陆 然后更真实的了解大陆这样 对就是让我希望就是可以发挥我自身所学的 我的专业的特长 然后并且呢也可以做一些参与这个两岸事务 那再来呢就是我可以就是 帮助需要帮助的这些同胞 那这是我其实心里我最想做的事情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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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